先看一個最新消息 俄羅斯今天第三度開設人道走廊 那麼依據俄羅斯媒體的報導 俄羅斯的烏克蘭人道反應協調總部說 在台灣時間的下午三點開始 他們在五個城市分別來暫時的停火 那為什麼主要就是要開設人道走廊 這五個城市就包括了 在首都基輔這個地方 還有切爾尼哥夫 以及看過來在這個蘇梅這個地方 也是東北部 還有哈爾科夫 一樣是東北部 以及在南邊的 這個是東南邊的馬利波 好 這些地方呢 那麼除了就是蘇梅這個城市呢 已經被轟炸了 那他們的人是可以撤到 就是烏克蘭的這個波塔瓦 可以到這裡 那另外就是馬利波的人 他們可以撤到 就是核電廠所在的閘波羅熱之外 其他這些城市 他們要撤離的地方 其實呢都是到俄羅斯 或者是到白俄羅斯 好 很多人也會覺得很奇怪 那怎麼還是撤到俄羅斯那邊去呢 那麼BBC是報導說 烏克蘭副總理有證實 蘇梅還有基輔附近的小鎮 伊爾平居民都已經開始撤離了 那麼半島報導 已經有這個時數量的這個大巴士 前往渣波羅熱 似乎呢就是要為疏散民眾來做使用 那麼另外呢距離基輔只有二十二公里的 伊爾平平民也是撤往基輔去 那麼在土耳其的斡旋之下 烏爾兩國的外交部長會在禮拜四三月十號 前往土耳其進行三邊會談 那麼這也會是烏爾開戰之後首次的高層對話 那麼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今天的這個最新的戰況呢 目前就是剛剛我們所看到的 進入第十三天 俄軍的攻勢越來越猛 那麼俄羅斯對烏克蘭攻勢 主要是以他們的軍攻重鎮作為主要目標 那麼包括就是空襲黑海沿岸的 這樣的一個造船的重鎮 包括就是這個城市 看過來這是尼古拉斯拉耶夫 好這個地方那另外呢就是轟炸這個烏北 日托米爾的油庫 好日托米爾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他們的一個戰線 主要呢在這個北部東北部 還有呢就是在黑海沿岸這一帶 那麼他們在這個地方呢 還用了就是國際是禁用的極速炸彈 來攻擊伊爾平等地的住宅區 好這也是呢讓他們很不能接受 那麼伊爾平呢是在基輔的外圍城市 這邊就是有坦克步兵飛彈的進攻 有三成都被俄軍給佔領了 另外尼古拉耶夫呢造船重鎮呢 是他們的住宅區整個被誕襲 那麼市長就強調說俄軍用的是極速炸彈 他們已經有四分之三城市 通通都被包圍了 那麼另外呢還有就是空襲 兩座儲油槽的情況 那麼這在奧德薩呢 南部重要的港督喔 這裡也是傳出呢一再就是俄軍的一個目標 在這個地方奧德薩 那但是呢這個地方烏克蘭 他們也有反攻 好帶您看呢 這裡是集成 就是烏克蘭集成的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那麼可以說是哪一艘呢 畢可夫號巡邏艦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就直接在外海這邊呢 直接就命中 把他給這個集成了 那麼這個艦呢 就是畢可夫巡邏艦 他長94公尺 高3.4公尺 最多可以容納八十個人 執行巡邏跟運輸的任務 好所以雙方呢 你來我往的 到底目前 那麼戰力損失如何 好先來看 不過就是他們各自所宣稱的 首先呢烏克蘭宣稱 他們擊毀了俄羅斯的戰車 跟裝甲車有八百二十七輛 那俄羅斯宣稱的 這個應該是說烏克蘭 他們俄羅斯所宣稱 擊毀了烏克蘭八百二十七輛 那烏克蘭說 他們擊毀了俄羅斯 有一千兩百八十九輛 無人機的部分呢 烏克蘭被催了四七十八輛 而這個俄羅斯呢 就是被催的有七七七個無人機 那火箭炮的部分是八十四 對上五十 好所以雙方呢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損傷的情況 那麼烏俄雙方互相公佈 自己的戰果顯示 在歐美大量軍援反坦克飛彈 跟這個監設防空飛彈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軍隊他們的損失也不清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